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眼泪 面容憔悴 面对小叔叔的离开 催蕊更多的说法是 走了好 不走也是遭罪 走了 徐芳也就解脱了 徐芳是小婶婶的名字 我们家里人也是这样认为 尤其是我八十多的老奶奶 老泪纵横 一直拉着我的手 颤颤巍巍地说 你叔叔走了好 他不走 磨死人啊 话没说完 身子已经站不住了 我扶着他坐下 再转头看看我的小婶婶 他只有四十四岁 小叔叔也黑年轻 只比小婶婶大两岁 看着叔叔 英俊的遗照 我的一颗心酸楚不已 泪意涌来 我轻声为小婶婶 婶婶 你还好吗 小婶婶弹了抬眼皮 望着我 淡淡地笑了笑 还行啊 原来世界上有一种笑 是没有任何光彩的 我还记得第一次看见小婶婶的情形 是几张照片 小叔叔读完高中 出去打工了 他会给家里写信 那些信 都由我来念给爷爷奶奶听 有一次 信里多出来几张照片 小叔叔在信里说 自己谈朋友了 拍了张合照发过来 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一眼惊艳的感觉 真真是郎才女貌 小叔叔高大俊朗 小婶婶夫百貌美 两人是在一处胚拳边上拍的合照 小叔叔懒着小婶婶 两人微笑着 眉目寒情 看上去赏心悦目 尹姨只在外面打工 两人只是扯了症 并没有办婚礼 直到生下老大 才在催里补办了酒席 为此 爷爷很不高兴 总说小婶婶多事 小婶婶是外地的 说一口普通话 催里人觉得新鲜 平时总是一类两句 爷爷更不高兴了 年底 放暑假回来 我和小婶婶打招呼 她笑着给我说家乡话 我很诧异 婶婶 你这么快就学会了我们的话 小婶婶笑了 闭双眼睛特别好看 她说 就我一个人说普通话 好奇怪的 印象里 小婶婶爱笑 眉眼微柔 那年正月 我在场院里看绚烂的烟花 却听到小叔叔的房间里传来不小的动静 好端端的 你摔东西做什么 这是小叔叔的声音 有些无奈 有略带笑意 下一秒 却是小婶婶喊着哭腔的埋怨 你嘴巴会说是吧 你就天天要给她说 是吗 大过年的也要说 是不是 我有些呆住了 我不知道这个她是谁 但我懵懂听出来一个女人的委屈 屋子里又传来了小叔叔的声音 夹带着劝慰 都说你想多了 就是过年正常拜个年 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 小婶婶应该是哭了 好一阵 后面还是听到小叔叔在说 好了好了 别哭了 什么事也没有 不知道为什么 那一晚 我想到小叔叔从前寄来的合照 一颗心被小小的扎了一下 当午节 学校放假 大家一起吃团圆饭 小婶婶坐我旁边 悄悄地喂我 秦秦 你读大三了吧 谈恋爱了吗 我羞涩地笑笑 摇摇头 小婶婶笑着说 你要是谈恋爱 不要只图人家帅 更不要听那些甜言蜜语 都是假的 我争住了 不知道怎样接话 抬头看向另外一张桌子 小叔叔正与父亲 伯伯没喝酒 谈笑风生 小叔叔出车祸后 我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 我看到了小婶婶 时间过得很快 我当妈妈了 叔叔和婶婶也不负当年的风采 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小叔叔 我眼睛失锐了 再看看小婶婶 她的面容很平静 她给我说 晴晴 你叔叔站不起来了 我问叔叔 医生没办法吗 叔叔扯了一下嘴角 笑了 等于判死刑了 我哑口站在那里 只觉得天灰地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道 我除了给叔叔 婶婶拿一些钱 别的也做不了 顶多打电话给奶奶的时候 询问一下她妹的情况 听到最多的是 你婶婶不容易 太不容易了 照顾一个瘫痪病人 太苦了 你叔叔肠子不动 便秘严重啊 都是你婶婶用手去掏 一天不落 有几个能做到的 我心里很难受 我给奶奶说 爷爷那会儿还说婶婶不会照顾叔叔 说她身上的病老了 只有自己扛 爷爷百为之百看错人了 说完了 我哭了 奶奶也哭了 是啊 你爷爷就对你婶婶太苛刻了 认为她吃不了苦 她自己走得好 没走 看到你婶婶这样 老脸往哪里割 过年 我回娘家 都会去看叔叔婶婶 叔叔形容哭稿 看到我一笑 轻轻来了 我轻声应了一声 怎么样 叔叔说老样子 我又去看婶婶 看到她凹陷的眼睛 还有眼角的细微 我的声音更轻了 婶婶 你怎么样 婶婶只是笑 叔叔开口了 她比较苦 一时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 晚上吃饭 母亲去奶奶家借点木炭 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 叹了气说 许方的日子 那真不是个日子啊 我连忙喂 怎么了 母亲一边吃饭 一边抱不平 我刚经过他们屋 又在吵 你叔叔现在不讲道理 非说你婶婶给东海有了意思 呛她走 不要管她死活 我震惊了 东海叔是我唐奶奶家的老二 为了忠厚 一副热心肠 叔叔怎么随便冤枉人 母亲说 就是啊 病人最大没有错 你不能污蔑人啊 更何况还是这样一个 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老婆 不知道你叔叔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害得人家都不想同情他 不过就是你东海叔 帮着你婶婶做了一些劈柴之类的事 就在那里咬着不放 搞得大过年的 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吃完饭 我拎着娃去叔叔家 没看见小婶婶 我喂叔叔 婶婶呢 叔叔笑了一下 估计在厨房洗碗了 我看着叔叔皮包骨的脸 想说什么又说不出 带着娃 我来到厨房看到婶婶弯腰洗碗 那一抹影子无力像断鸡枯黄的柳条 婶婶 她侧脸看我 嘴角挂着笑意 婶婶来了 我看向一旁 百搭整齐的木柴 眼睛里闪着泪花 我小声说 婶婶 没有人能做到 像你这样的 真的 初五 我要回婆家了 早上 我去叔叔家此行 刚走到美口 我看到东海叔提了一袋猪肉 神色焦急 又无措 下一回 我不睡路捎带了 行不 这次你收下 小婶婶摇头 清晰地说 不要了 你拿回去吧 给谁家都行 东海叔听了 脸色发白 你们两口子 真是哪人不当人 说完 她负气走了 我走进小婶婶 看着她 没说话 小婶婶与我对视 半晌 意识无话 突然 光荡一声巨响 从房间传来 人呢 当我死了吗 这一道声音 沙哑 阴冷 又破碎 小婶婶深深地望着我 欺然地一笑 她低声说 晴晴 你一路睡风啊 说完 她推开了房间的霉 你是要叫我人没死 先被她妹的唾沫星子淹死 是不是 她一个老单身 算盘打得真快 你别再说了 就算你死了 我徐芳也绝不改嫁 我早就跟你说几百遍了 你到底要怎么样啊 话音落地三秒 是绝地泛滥的哭 这一刻 天地之间铺天盖地的凉意 将我淹没 迎来送往 小婶婶始终面容沉静 我挨着小婶婶坐 望着沉睡的小叔叔 我轻声说 叔叔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了 小婶婶点的头 就像睡着了 我们是哭是笑 她都不会知道的 对了好久 我终于为 叔叔她走的时候 有没有说点什么 没怎么说 特别安静 小婶婶望着我 忽然变了一点语气 她像是等了很久一样 眼角还笑着 她厌气的时候 才给我说了几个字 我睁睁地喂 她说什么了 小婶婶不看我 只看向小叔叔 凉酒才说 她说她欠我的 下辈子会还的 说孟婆汤就不喝了 一直没有掉眼泪的人 忽然双手掩面 瘦削的尖头 剧烈地抖动 猴头酸涩 好像鬼进了一块大石头 我伸手紧紧地 搂住了我的小婶婶 搂住了一抹 隐隐欲坠的影子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